假设要参考刚刚的这个我刚刚讲的 我就把它稍微 就是刚刚这一段之外 我删除 然后另外画面更新 然后另外就是说 如果参数按照顺序可以省略 这个可以省 当然后面就是给它删 给它你要带的变数 或资料 然后延伸出去的范围就Current Widget 我把它放到这边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底下的部分呢 就不是说单一个 不是说批次的 也就是清单全部 而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效果 有点像这样 假设我不是找全部的 假设我要找某个人 所以一般当然呢 要不就是说 你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会跳出一个视窗 让你去填写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不就是说呢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是用Input Box 这个叫Input Box Input Box它的优点是说 你直接就可以在这边输入了 那当然如果说呢 你要做的相对比较复杂 功能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表单 OK 不过做表单呢 其实相对当然复杂啦 不过如果说你不想做表单 你只是希望取得使用者的某一些资料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Input Box OK 那Input Box的话呢 你就是让它跳出来之后呢 你就在这边输入一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 比如说我只是想要什么 找某一个人的这个工作表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输入它的 不过我先取消一下 因为这边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那个旧资料先删掉 因为我刚刚没有房呆 我们还没讲到房呆 房呆就是如果有错误的话 因为如果我现在再找菜头 那因为已经有菜头 那一定不能重复 会发生错误 所以如果说要房呆的话 你应该说 如果他做这件事情 重复了怎么办 那你可能就知道 他可能是要找最新的 所以你就帮他什么 删掉旧的 重新查一个新的 比较好的 这样的话呢 相对的也不用 就是说不会造成错误啦 也可以解决问题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一个功能 筛选业务 当我输入某一个 比如说我要找小咪的话 那我就在这边输入关键字 叫小咪 打错了 小 OK 这样 好 小咪 帮我找出来 那我的需求是怎么样呢 帮我打上这个之后 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小咪这些资料 放过来就好 大概是这样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 因为有的时候老板说 我不要这么复杂 你不用给我全部 因为你给我全部 我要慢慢找 我只希望你能够跳出一个 可以输入资料的地方 让我可以 可以 就那个就好了 他也不用说那么多 OK那我怎么办 按确定 小咪就出现了 然后倒过来 那怎么办 其实你就不用把刚刚的回圈拿掉就好 其实刚刚不是有回圈 回圈是全部 其实这个地方的写法 其实就是把回圈拿掉 拿中间那一段程式 那差别是说前面会加一个input box 让它输入 输入完之后把结果产生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要怎么写 筛选业务 当然后面你们也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不要筛选业务 我要筛选其他的各个栏位都可以 每一栏都可以 比如说我要针对什么去做查询的话 那其实做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实际上这些做法 就等于是把Excel当成资料库来用 其实资料库里面不外乎的查询资料 也就是说你现有的资料 你就可以拿来当成是查询的栏位了 这个其实就是跟资料库的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说在资料库里面 我们通常会用到一个叫Seql的预法 所以如果你要学查询之前 你还要学Seql Seql里面有一个预法叫Select 然后你还要学这个之后 才能够做出那个资料库的查询功能 但是我们现在先避开 我如果说我要把Excel当资料库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不用学这个啦 你只要学会筛选就好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功能 我按他然后输入某一个人 以后再来找一个英雄好了 这要怎么写 而且你不能打错 打错一定是找不到英雄 至于说防呆 比如说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只知道他开头是英 我不知道是不是英什么 我不知道 那我打个英 如果他也可以自动出来 那就更好 那个叫什么 关键字查询 那关键字查询怎么做 这个就是下一阶段的事情 我们按部就班好了 OK 首先的话第一个 如何把什么 把刚刚的这个程式 变成这个程式 那这个是全部的清单 可是我不是清单 我的来源是来自于 一个input box 所以我的写法这样 一就是呢 先切到这 我刚刚的写法这样 其实主要就是 先把我这边拿掉一下 第一个你打一个sub sub然后后面打一个什么 筛选业务之一按enter就可以 它会自动光顾 产生什么 一个sub 然后这个它会自己写 and sub就出现了 然后意思是说 我要产生一个 这个副程式 sub的程式 然后里面要写什么呢 第一个我就要跟使用者要一些资料 所以开头的话 假设我多一个 这个什么 x是一个变数 等于什么呢 我要跟使用者要一个 等于什么 input box 所以后面你就打input input box input box就是跳出那个小四窗 有没有 那个叫input box 然后呢 这边你又给他一个讯息叫 请输入业务名称好了 反正就这样 OK这样 好 后面下一个 后双引后后瓜 OK 那它就跳出来 请输入业务信 那你填完 小米 它就把小米两个字的字串 丢到x 所以x就是一个字串 记得是一个文字 一个双引后的文字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取得错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如何利用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因为刚刚是跑回圈 可是我现在不是要回圈 其实我只要什么 所以你for回圈里面这些程式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 贴上 但是因为缩排的关系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凸排 往右是按tab 如果要让它往左 有没有 往前就凸排 其实按什么 shift按住 再按tab OK 这叫凸排 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会这一招 上面这边有个工具列 工具列记得 按右键 在工具列上按右键 编辑 这边也会有个什么 这个叫缩排 凸排 这个也可以 shift加tab 这也可以 按这边也可以 而且它会显示快速键 不过像这种快速键 常用的请务必要记下来 OK 因为当然理论上 你说老师可是我这样写 反正持人机也可以run 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看了就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特别注意 养成好习惯 程式一定要整整齐齐 按照该缩排就缩排 当然你不缩排 程式一样照跑 可是说真的以后你会看得很难过 而且你给别人看别人会很难过 会觉得奇怪 你怎么写成这样子 像我看别人程式 像有些同学会问我问题 我直接看 我就觉得直接 就一定要把它调整成对的样子 不然的话会看不下去 OK好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当它输入是x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是从哪里呢 从这边去抓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不是啊 我现在从什么 从x来 所以记得 把这边 讯则1里面的sales id的n栏 全部都改什么 改x就好了 有没有 名称就是这个 那这个呢 也是这个 所以甚至你可以用取代的 反正呢 它进来的名称通通就是取成这样 所以啊 基本上我就比如说小咪嘛 那我就是直接把它名称换成小咪 然后筛选的条件呢 也叫小咪 有没有 就criteria 1就是意思说 在这边呢 帮我找小咪的所有资料 然后帮我copy过来 copy到哪里 copy到这边来 OK 然后栏宽自动调整 那最后当然呢 笔下 其实比较完整一点 应该取消筛选 跟 应该是 所以这两行 回圈外面这两行 可能也顺便复制一下 把它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下面这边 有没有 就再把游标 切回到第一个 并且呢 取消筛选 这样就完整 所以理论上 我是把刚刚的这段程式怎么样 直接call过来 但是call避开什么 避开回圈部分 call过来 然后这两行 call过来 OK 那个画面更新的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只有一页 所以其实你不用去开关关 因为那个不需要特别去做 另外的话呢 那个我们这个地方就把它改X 所以你需要把前面加一个input box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但是特别注意 现在因为我们还没做房呆 所谓的房呆是说 工作表如果是小咪已经有了 如果你现在在输入小咪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一定会错误 所以那个是下一阶段就房贷 所以你现在如果在输入小咪 它一定会出现错误 那可能你要顺便 当你程式写完之后 你第二阶段就要想说 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使用者如果他错了 会发生错误的点 那你要把它避开 比如说重复名称不允许 或者另外什么 他如果没有输入直接按确定 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些可能你就要把 那个房呆的种种可能性都想出来 然后在里面做一些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你就要把它挡下来 不然的话呢 你程式就crash掉了 像这个你按确定也会crash掉 如果你这边输入小咪吧 它一定也会crash掉 卡在哪里呢 按确定 卡在这里 该名称已存在 所以你按真错 它就卡在这里 因为你要重新命名它 名称一样 对都OK啦 那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 方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 这个等一下再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这个先删掉一下 把这个 改成这个 里面的重点我刚刚讲到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也就是说呢 把刚刚用清单六个 业务人员 全部的这个筛选 改成个别性 但是用什么 用那个input box来取代 我们试一下 好 好 好